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买房置地壁置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高科技住宅,未来家居的智能革命 二景观大师,打造后院的自然天堂 三豪宅秘诀,提升居住品质的设计细节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高科技住宅 未来家居的智能革命 各位同学,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高科技住宅,也就是我们未来家居的智能革命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我们即将启程前往未来 首先,让我们用时光机回到过去 看看我们的祖先是如何生活的 想象一下,你是一个古代人 每天起床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没错,就是去敲邻居的门,借把火 而现在,我们只需要轻轻一按 就能点亮整个房间 这就是科技进步带来的便利 但是,未来的家居生活将远远超出我们现在的想象 在未来的高科技住宅中,你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景 一早上,当你的智能床感知到你的睡眠周期已经结束时 它会温柔地唤醒你 同时,窗帘自动缓缓拉开 让第一缕阳光照进房间 你的个人健康助理,也许是一个可爱的机器人或者一个虚拟助手 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杯根据你昨晚睡眠质量定制的营养早餐 二,当你走进浴室,智能镜子会显示出你今天的日程 新闻头条,甚至还能提醒你补充维生素D 而智能淋浴系统则已经根据你的偏好调整好了水温和水流 三,穿过自动清洁的走廊,你来到了厨房 这里的冰箱会告诉你哪些食材即将过期,并提供美味食谱的建议 而智能烤箱则已经预热到完美温度,准备好了烹饪你的美食 四,当你离家上班时,家中的安全系统会自动启动 所有的门窗都会锁上,而清洁机器人则开始它的清扫任务 你的家居系统会根据天气预报和室内温度自动调节空调和加湿器 确保你回家时能享受到最舒适的环境 午晚上,你想要放松一下,只需对你的智能音箱说一声 它就会播放你最喜欢的音乐,调暗灯光 甚至为你倒上一杯红酒 这些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 但实际上,这些技术已经在我们身边悄然发展 从智能音箱到自动化家居系统 未来的家居生活将更加便捷、舒适和个性化 当然,随着智能家居的发展 我们也会遇到一些有趣的挑战 比如,当你的智能冰箱和智能烤箱开始争论今晚的菜单时 你可能需要像一个家庭心理、咨询师一样去调解他们的争执 或者,当你的清洁机器人爱上了你的智能扫地机 你可能需要给他们一些私人空间 总之,未来的高科技住宅将是一个充满智能设备和系统的世界 他们将以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服务于我们的日常生活 而我们,作为这个智能革命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将有幸体验到这一切的奇妙和乐趣 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 未来的家居生活将会是一场怎样精彩的智能革命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景观大师打造后院的自然天堂 好的,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位神秘的景观大师 如何将一个平凡无奇的后院 变成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天堂 首先,我们的景观大师并不是一位普通的园丁 而是一位拥有魔法般技能的艺术家 他不仅仅种植植物 更是在与自然对话 了解每一片叶子的心声 每一朵花的梦想 他的工作不是简单的产土和浇水 而是在后院这块画布上 用绿色的颜料和生命的笔触 绘制出一幅幅生动的自然风景 想象一下 这位大师轻轻挥动他的魔法手杖 也就是铲子 一片荒芜的土地就变成了一片生机勃勃的草坪 他轻轻吹了一口气 花朵们就竞相开放 彩蝶飞舞 他甚至能够让那些顽固的杂草听话地排成一排 变成了一道自然的围栏 但是 这位大师的工作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有一次 他在打造一座小型瀑布时 不小心让水流得太忙 结果后院变成了一个小型水上乐园 狗狗和孩子们倒是玩得不亦乐乎 另一次 他试图引入一些野生动物来增添自然气息 结果一群松鼠占领了他精心设计的花园 把他当成了他们的新家 尽管如此 我们的景观大师从不气馁 他知道 与自然的合作是需要耐心和时间的 他用心聆听每一次风的低雨 每一次鸟的歌唱 从中汲取灵感 不断改进他的设计 最终 当你走进这位大师的后院 你会发现一片令人难以置信的自然天堂 这里有蜿蜒的小径 引导你穿过芬芳的花丛 有宁静的池塘 倒映着蓝天和白云 有悠闲的长椅 邀请你坐下来 享受一杯茶和一本好书 这不仅仅是一个后院 这是一个逃离现实世界喧嚣的避风港 是一个让心灵得到修气的自然天堂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一片美丽的花园时 不妨想象一下 那里可能正隐藏着一位景观大师的心情工作 和他与自然的无声对话 而这位大师 也许正是你自己 因为每个人都有能力将自己的生活空间 变成一个小小的天堂 只要你愿意拿起那把铲子 和自然一起跳一支舞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豪宅秘诀 提升居住品质的设计细节 各位尊贵的居住艺术爱好者 今天我们将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 探讨大些 令豪宅不仅仅是一堆砖瓦堆砌的奢华住所 而是成为真正提升居住品质圣殿的设计细节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隐形技术 在豪宅中 技术应该是无所不在 却又不被察觉 想象一下 你轻轻一拍手 房间的灯光 就会根据你的心情调整亮度和色温 或者 你只需对着空气轻轻一挥 音乐就会随之流淌 这些都是通过将技术巧妙地隐藏在墙壁 家具甚至装饰品中实现的 这样 你的豪宅就不会看起来 像是一间充满了闪烁的小灯泡 和纷乱电线的实验室 接下来 我们必须提到定制化 在豪宅中 没有什么是标准的 从手工打造的门把手 到根据你的身高定制的厨房台面 每一个细节都应该像高级定制服一样 完美贴合主人的需求和品味 这样 每次你进入房间 都会有一种挖 这是专为我设计的 的感觉 然后是隐秘空间 在豪宅中 谁不喜欢一个隐藏的书房 或是一个秘密的酒窖呢 这些隐秘空间 不仅能够提供一个私人的避风港 还能在招待客人时提供一个惊喜 想象一下你轻按书架上的一本书 然后整个书架缓缓旋转 露出一个装满了年份酒的酒窖 这不仅仅是设计 这是魔法 不要忘记自然的拥抱 豪宅设计中的一个关键是 如何将自然融入居住空间 这可能意味着 拥有一个可以完美观赏日落的巨大落地窗 或者一个让你感觉自己在森林中沐浴的浴室 植物 水 光和石头的元素 如果使用得当 可以让你的豪宅成为一个真正的生态避难所 最后 我们来谈谈感官之旅 豪宅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享受 它还应该是一次全方位的感官之旅 从地板上那种吃脚踩上去的温暖感觉 到墙壁上细腻的手感 再到空气中淡淡的香气 每一个细节都应该是精心设计的 这样 每次回家 都像是进入一个五星级的私人度假村 总之 豪宅的秘诀在于细节 这些细节不仅仅是为了炫耀 而是为了创造一个既舒适又能激发灵感的环境 所以 下次当你考虑如何升进你的豪宅时 记得 最好的设计是那些让你感觉不到设计存在的设计 毕竟 真正的奢华是关于五星的享受 而不是显而易见的炫耀 总结一下 未来的家居生活将通过智能技术带来更多便利和舒适 高科技住宅将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智能化 个性化 并与我们的需求和喜好紧密相连 从智能床到智能厨房 从智能音箱到自动化家居系统 未来的家居将充满科技的魅力 成为我们生活的得力助手 当然 在享受这些便利的同时 我们也要面对一些有趣的挑战 但我相信 我们作为这个智能革命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我们将能够应对这些挑战 享受到智能家居带来的乐趣和便利 在谈到景观大师时 我们看到了一个神奇的世界 这位大师通过与自然的对话和艺术的创造力 将一个平凡的后院变成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天堂 他通过细致入微的设计和耐心的努力 创造了一个让人心灵得到修气的避风港 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将自己的生活空间变成一个小小的天堂 只要我们愿意拿起那把铲子和自然一起跳一支舞 最后 我们分享了如何通过一些设计细节提升豪宅的居住品质 豪宅不仅仅是一堆砖瓦堆砌的奢华住所 它应该是一个能够让人感受到奢华和品味的圣殿 通过将技术巧妙地隐藏起来 定制化的设计 隐秘空间的创造 自然的融入 以及全方位的感官体验 我们可以将豪宅打造成一个真正提升居住品质的地方 因为真正的奢华不是炫耀 而是关于无形的享受 那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未来的家居智能革命怎么看 你是否有兴趣成为一位景观大师 将自己的后院变成一个自然天堂 或者 你对豪宅的设计细节有什么独到的见解 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探讨 共同进步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